但是沒關係 6歲到12歲要大人監督 三維能不能了解一下 你的三維 我的身高162公分 嗯 那麼三維呢 小貞學姐她是正大畢業 這正大 正大 正大 三維就是把她逼掉了 我們是這樣 她三個人是各有特色 講學歷就派她出來跳 正大 講三維不要怕 告訴她 不要怕 我們是派一個代表 派一個代表 腰呢 也蠻細的 24 標準的 那麼這個臀部 這是標準的 很奇怪 一般都是 上維跟臀部應該是一樣 我第一次聽還不一樣的 蠻奇怪的 三十五這位是 還32 而今天變成34 是不是 對啊 哦 對 他們可能現在 年輕人跟我們以前不一樣 他就是造死者 所以這個高歌啊 每次在工作的時候 他就是浪漫的很 真的稱得上浪漫一生 真有意思 其實我帶他們三個 除了演唱以外 也是因為現在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樂師啊 現在都現在開始慢慢 就是說有一種復古風啊 很多節目開始有這種 要請現場的樂隊老師啊 但是他們錄影 你就知道 他們不是說今天下午錄影 到了7點就可以回家 他不是的 他到了晚上11點 他還在那工作 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時候他們怎麼工作 所以呢我也是抱著一種慰問 跟 一種 一種福利 所以 我請幾個 可愛的妹妹 對不對 讓大家精神一陣 對 對 漢亞比赫康貝特 好 對對對 是是 因為他們今天聽說 在你們這個調教之下 在那個專輯唱片中 也參與了一首歌 對 所以他們這一次呢 他們有出他們自己的EP 所以他們自己有兩首歌曲 所以我覺得他們能歌能舞呢 我也希望 其實我蠻希望他們不要再像以往 因為以往的時候 阿豬阿花 藍鳳凰他們蠻幫我的 是 就襯托我 然後大家一起 對 但是我現在蠻希望他們自己 也有機會出去獨立演出 可以發聲 對 其實坦白講我也蠻驚訝的 真的 因為我知道他們雖然底子很好 但是因為他們 比較不適合 還不習慣於這個就是 CAMERA的演出 是是是 但是我覺得他們今天的表現 我是覺得他們真的是蠻努力 我想大家要給他們多鼓勵 以後有機會他到全省 不管是校園 或者簽唱的時候 讓大家更接近 對不對 讓他們好好發揮 是是是 相信他們這個潛力 將來是潛力無限 哪裏哪裏 每次跟高大哥聊天 觀眾真的有人來信 高齡峰先生聊天的時候 很妙 他不敢再聊他的生意經也好 聊什麼也好 常常讓我們覺得一針見血非常爽快 哦 您這個人的這個表達的方式啊 而且跟這個時代感 現在人的想法 他們的怨嘆 或是他們的期望 他講得非常地清楚介紹的 是是是是 您的口條很棒 不由得我就想請教您一下 這個 好 來 這個年呢 我們大人呢 是最怕 也是對這個年來講 還並不是像小孩那麼的期待 對 我們順便想了解 這一定是我們特別來賓 您對這個年來講的看法是什麼 我想是 感覺上真的 就要快過年了 這個過年給 我覺得過年正好是一年裡面 好像是可以做一個反省的時候 真的 你看一到每一年 你就會想第一件事 去年我在做什麼 例如說去年的時候 我到人家家去 我給人家的小孩子 包紅包是包多少 我覺得這個事情 對我來講 這幾年來講 是真的感觸很多 很多 有的時候想到人家家去的時候 是 想到小孩那麼多 真的 就不去了 真的 為什麼 因為你去 不包這個絲米 那包的時候呢 因為最近的情況流不好 所以那個時候 就給自己一個感覺說 其實好像我們在兩年前 就給自己立下了一個誓言 就是說 我兩年後 我一定要能夠讓生活品質提高 可是呢 其實仔細一想 喔 還不是兩年 已經過了五年了 結果生活品質不但沒提高 那自己好像 也越來越 好像心有餘力的感覺 好像無力感 所以我覺得這個 整個大環境之好 還有之外呢 還有就是個人 是不是真的 能夠進步 就在過年的時候可以做一個檢驗 這個奇怪 你看 問一個過年的感受 你就給我們有很多的啟示 是 包括大環境都是把它點到的 對 但是我想呢 其實呢 在小孩子的時候過年 因為 老經裡面就想到過年啊 可以開心啊 買玩具啊 所以有壓碎錢 其實在我們這個年齡來講 過年對我們來講 已經那種喜悅是非常的有限 對 除了家人聚在一起以外 我覺得真正能夠什麼放鞭炮的樂趣啦 這些好像都沒有 因為大家都為了什麼 為了生活 在拚命 而且時間越來越快 越來越緊 對 你會發現好像奇怪 今年過年 對 怎麼又過年 這是快得很 對 心中老是覺得有一股壓迫感 所以人就是 才發現原來在這個世間上 任何一個人 他都是來了一下 走的時候都覺得 我怎麼那麼快就要走 都還不太服氣 對 所以有一個他走的時候 他六十幾歲 就說 啊 稍微短了一點 時間 結果就碰了一個八十幾歲 他也是 他還是不滿意 因為還是不滿意 對 到了一百的那個人又這樣 奇怪 怎麼那種藥還沒有發明 不是聽說可以到兩百的 對 每一個人都嫌時間太快 所以我們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是每一天要珍惜啊 你看看 對不對 年齡的感受 其實也達到 差不多三分之二都達到我們的心感 真的 感覺是一樣的 對 透過您這麼一詮釋 就真的大家都有同感 對 可是我想 今年過年我就想起來 以前藝人 過年都在世界各地表演 反而是最忙碌的時候 最忙碌 對 那我就想知道 今年你在哪兒演出啊 今年 哎呀說來 真的沒進步 我還是人在海外表演 在哪裡 在拉斯維加斯 聽到沒有 像這種感覺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說 而且沒吃年夜飯提早就跑了 對 要排練嘛 對對對 這個就是說費玉清 大家要注意了 這就很嚴重 非常嚴重 他這個是從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到現在 他幾乎一直在這個崗位上 對不對 像我等於都有一段時間去做生意 就沒有演唱 你一直在崗位上 所以我們就發現 真正一個人會成功 會受大家喜愛的人 他是能夠持久的 就像你這樣 你要二十年如一日 這不容易 還有 就是 我們演藝圈還有一個跟你蠻像的 那是 張小燕 也是 對 你看他從來沒有離開崗位 這個麥克風從來沒放下來過 對 所以像我們這個所謂要做生意 在人生過程中 希望自己能夠創一片天的 他都是一種錯誤的幻覺 對 對 你問一點 更私人一點的問題 聊一下 真的嗎 百無禁忌嘛 你要問的 我要先看一下 不是三圍 就是說這個 我們高大哥 人生裡真的是比別人的浪漫多了一點 包括進禮堂也多了一兩次 對 所以這個 這都要過年了 那您這個分身法術 總共每個地方都看看 問候一下 怎麼個打理 年節就這麼幾天短短的假日 對 其實過年的時候 確確實實就是 以前的所有小孩 對 大家 像 最主要像我的孫子 就是很奇怪 對啊 我孫子因為六歲 可是我兒子三歲 看不出來 所以我兒子每次看到那個孫子的時候 兩個人叫來叫去都叫不對 對 孫子常打我兒子 對 這造反的嗎 對 但是我想 我因為現在跟他講 他們也聽不太懂 就是大的可以打小的就對了 放那個大的就 對 對 對 不過有的時候真的 去不了的時候 打個電話也是挺有意思的 對 其實 其實我們覺得你滿幸福的 真的 怎麼 不管這個 這個講 李唐靖的幾次 但是都一直保持非常 哇 溫馨跟感覺 每個地方都 就是一直來往的很熱絡 這就不容易了 對 因為其實夫婦 在分手的時候 他多半產生了一個問題 因為分手的人都有個習慣 是 喜歡說別人不對 怨東怨西 都是我 對 但是我師父不一樣 我師父叫做醒雲發誓 醒雲發誓 薩夫說 他說啦 對不對 我們要是 都是你對我錯 對不對 都是你對我錯 但是一般人都喜歡我對你錯 對 所以師父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人 當要分手的時候 或者人不開心的時候 都想到是別人對自己錯 那麼分手的時候 還會很美 對 您師父講得真不錯 我師父是六個 我師父是王建勳先生 他說人要是分手 就千萬不要吵架 這個人 還有 主席有約了 主席有約了 主席有約 是是是 我想有一首歌是我個人在 以往演唱的時候 這首歌是特別獻給一個女孩子 對 那個女孩子後來呢 被 我一個好友叫張飛追走 還有這個 那這個歌有意思嗎 對 可愛的鄧麗君 那個時候我們在追她的時候 我覺得追鄧麗君感覺好像是 一生都追不到 所以感覺只有在夢裡 所以那種感覺 我就講給我的老師 叫孫怡廳 孫怡先生 孫怡廳了以後想說 你既然追一個人 我說我跟他人見到面 我都以為在夢裡 所以他變成卓葉 仿佛在夢裡 就代表他不是在夢裡 仿佛 就用在這個地方 對 所以這個歌詞唱起來就不一樣了 對 對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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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